原标题,特朗普突然放宽厌度和韩国进口银行石油的限制,背后的无奈选择。 这基本是早已经计划之中的事情,就在今年七月初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魏约峰会前提到阿联绣,谈及美国会考虑,终情给予相关国家制裁豁免。 这与之前美国一贯对一所持的强硬态度,似乎相互矛盾。 其实这并不矛盾,这就是美国的策略,极限施压的同时,保留一些余地。 在对异问题上过硬或者过软的政策,都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。 所以,美国必须需求一种灵活多变,张持有度的策略。 蓬佩奥与特朗普,美国制裁伊朗的目的解析美国的政客们,虽然内心深处,对于伊朗的深圈政治制度,始终持敌对立场,并且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,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言论。 然而,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者的制定者和执行者,其必须始终以国家意义为先导,而且在决策过程中,好综合很多因素,以保证最终决策力性客观,具有科学性。 这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客很希望伊朗政权崩溃,但是美国政府不可这么干。 蓬佩奥7月里跟图书馆演讲,统治伊朗黑帮之国,包括斯兰普在5月决定退出。 联合行动计划伊核协议,史德表泰也提到,美国此举是为了同伊朗展开直接对话,以争取达成更好的协议。 美国高层也在多个场合多次重申,美国并不是希望实现伊朗政权的更迭,而是希望伊朗能够像一个正常国家一。 要改变自身行为,从这些可以看出美国对伊制裁的目的,是希望通过制裁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,逼迫伊朗回到谭帕州,从而用最少的成本,来让伊朗均服美国的意志。 特朗普签署对伊制裁行政命令,软用兼施,照顾自身利益此几一方面是避免制裁,导致伊朗国内经济快速崩溃,引发很多不确定因素危及地区安全。 因为就在蓬佩奥表态前,伊朗曾经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作为报复美国制裁的回应。 这并不是空学来风,伊朗在两异战争时期,就曾经这么干过。 全面制裁所导致的伊朗经济崩溃之后,就是伊朗的内乱,伊朗可能会以身犯险,激化民族矛盾,以此美国全面制裁为借口,为了转移国内矛盾,危及地区安全推高国际油价。 波斯湾与此同时,伊朗国内也存在一些分离主义势力,包括西部的库尔德斯坦省库尔德人,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拉伯人,东南的西斯坦比鲁之斯坦的比鲁之人,可以说,伊朗一旦发生内乱,就可能将混乱传导致灵国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避免连锁反应危机地区安全,美国必须给伊朗喘苟气的机会。 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,高油价不利于美国的经济的发展,特朗普曾经多次抱怨油价国家,并且一直在给OPEC产油国施养,要求其增产以平稳油价,但是,已经在沙特方面联合俄罗斯决绝了两次。 所以维持伊朗队,国际能源市场的有限攻击,也是为了不让国际油价涨得太快。 有时候,必须任命,节鱼各国对美国制裁伊朗能源出口,虽然是消极态度,而且不非国家的政客,更是公开反对美国制裁伊朗原油出口。 然而美国真的制裁起来,这些国家的链油厂和能源公司,不可能能会听从本国政客的下指挥。 因为美国的制裁,并不是以示国家为单位而针对那些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公司。 这些公司往往都是一些超大型的能源企业,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存在金融或者地务上的往来。 他们不可能会因为伊朗而得罪美国。 所以,韩国早在6月韩国的链油企业,就已经停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印度同样也在6月开始,逐步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,但前也基本停止了进口。 今天上半年伊朗石油出货国占比,韩国和印度这么快,很然是有奇怪的资本,两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和合作伙伴,美国的地区事务仓对两国存在着战略依赖。 同时,两国都已经最大限度配合了美国的对异政策,以大幅降降低进口伊朗原油换取美国的制裁豁免,这种交易在伊朗奥巴马政府时期也是有的。 总之特朗普还将会继续以豁免为诱饵,来让更多国家配合美国的对异围围独政策。 文在寅,图片来自谷歌图片,感谢提供,欢迎大家批评,指正,留言,点赞,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